那看完了,我們走吧 不要走,還有一間夏福式 五千多元尺,你也要看 五千多元尺? 對,超划算 業主到了 哦,那我們再看吧 接下來我們會看龍途灣伴 入科日期,08年12月 有15座,30個單位 發展商就是天大投資 業主在單位的外面租了兩個車位 每一個車位是800元租 已經來到龍途灣伴的單位 現在我已經身處在單位的客飯廳 這一張差不多大型L型梳化 是可以進來第一個亮點 我們這一層是一個休息區 只是客飯廳 還有我身後的花園 樓上才是睡房區 變相分間開了休息區 還有在下面 如果你是喜歡家庭聚會 或者叫朋友來開派對 就適合在這裡 全部在這裡聚了 要休息的,喝醉了的 聊天的就在樓上 不會影響到 而且後面的花園 你會見到玻璃門是可以燙開了 將我們現在身處在這裡的空間 延伸出去 然後我們就看客飯廳 來到飯廳區 我也喜歡招呼朋友 一見到這個飯廳 我得一流 因為其實這個位置 可以放一張10-12人的餐桌 剛才阿竹也提到 花園是直接延伸出去 有時候可能外面 燒夜吃招呼朋友 外面可能是聊聊天 這裡這張大桌就拿來玩Bot Game 而我身後是一個大廚房 其實是去做一個全開放式的 還有這個廚房可以放到雙門雪櫃 然後這邊可以做一個酒架 然後這邊放一些飾物櫃 然後延伸到旁邊就是一個蝦翅 也有淋浴膠可以洗澡 而我身後 因為現在單位的護主只有一個人 原先這間房是姐姐房 現在變成雜物房 但我眼見的尺寸也不小 單人床衣櫃 再加書桌也是沒問題的 來到花園 剛才阿竹也說到 有一個客飯廳會連接著花園 剛才阿竹也說到把燙門燙開 然後把兩個空間連接著一看 整個面積是昇華了一倍 現在眼見這個花園都不小 從這裡前面到後面 我大概眼看一看 都有300多呎 還有我看業主很喜歡戶外活動 有爬山單車 蛙艇 還有他自己再做一些原藝的作品 我看他鋪了戶外木 做了設計 還有一堆燈飾 可能到過時過節開了 非常之一流 除了Philip介紹的這個花園 裡面還有一些地方 業主本身是做工程的 他很多單位裏面的東西都是自己做的 他在後面雖然這個位置 算是一個走廊位 但是這裡的收納空間 都不可以看笑的 因為可以將平時不太想見到 但是需要放下的東西 就放在這個空間 業主本身的不鏽鋼櫃 都做齊了很多 然後去到最裡面 是可以去到我現在身處的這個位置 幾乎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放在這裏 現在我們就看單位 看樓上的休息區 來到樓梯位置 他不是一直樓梯 是一個轉分樓梯 我看現在這個樓梯的樓梯非常之高 如果追求空間的人 上面可以做一個過樓 不過業主他是 他就簡而清 好像他這樣做掛畫 或者喜歡砌拼圖 把完成品掛在這裡 展示給親朋戚友看都沒有問題 再走樓梯上到睡房區 我們先去看第一間小房 在左邊 來到村屋 其實三間房的尺寸都不會令大家失望 好像我身後這間房 他就有L型窗 但是它的尺寸是可以放到雙人床 書桌、衣櫃、衣櫃 可以全都放齊 然後我們再去看洗手間 這個是其中還有一個洗手間 也是有窗 尺寸上其實都沒有挑剔 唯一有一個特別 就是這間房 它有一個很長的樓 露台可以貫穿主人房 這間房的面積和旁邊是相約的 其實都是一樣的 雙人床、衣櫃、書桌 完全沒有問題 那我們從露台出去 然後呢 露台的位置 業主都很細心 他已經做來去水了 有些人可能洗一下、沖洗一下 其實就非常沒問題 之後還有一個 業主很適碳 我做了一個茶座 接著就來到我這邊 因為這裡就橫跨了兩間房 我們現在來看主人房 主人房的空間 已經夠放這張應該是Queen Size的雙人床 然後呢 在這間床的隔離位置 還有兩個大衣櫃 然後 可以這間房的空間 放完按摩椅 都其實夠 還有很多活動空間 接著還有一張大型的電腦桌 一張書桌 然後這個位置 如果你那裡的衣�真的都不夠 就在這裡做自己的衣帽間 接著滿意的地方 洗手間 一個豪宅的標配是什麼呢? 就是棋桿和浴缸 都要同一時間有 而且還要是雙星盤 那我想這個尺寸的主人房 我想大部分人都滿意 我自己看完都OK 因為呢 直接大過很多整間屋的地方 那現在我們就看完了 我們去其他地方 三位又看到這裡了 那它的尺寸 市場 布局 空間感 其實就一定絕對滿意 不過我略嫌 覺得單位的景觀 可能三間房 都是以樓景為主 那這裡是扣分 但是因為正正這個原因 其實它跟其他單位 好像上一條片 大路邊 其實它相對的噪音 是完全不非常之寧靜的 價錢呢 都要說回來 因為單位看完了 那這裡是兩層 1400呎 那現在業主的價錢是750萬 是說的 尺寸除了5000多元 而且我們做了功課 那這裡的匯豐股價 都是750萬 那如果你做按揭 就不用擔心股價的問題 而且你看到花園 會有這些 其實它不是玻璃窗來的 它是塑膠布 它不是玻璃窗來的 但是我都跟業主說了 這些它都可以拆的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然後裝修 我想大部分單位的地方 都是簡單做自己喜歡的 風格的裝修就可以了 加上業主是一手買回來 當初發展商買這裡的時候 它這間是示範單位 那時候有兩間 這間就是其中一間 我想發展商選擇 這裡的示範單位都有它的原因 而且我進來 其實最重要是第一個感覺 進來就真的很舒服 而且我本身 我自己喜歡的地方 就是客飯廳或客飯廳 睡房或睡房 然後花園就要包滿整個 這個客飯廳 我自己就很喜歡 這次這條影片就看到這裡 不知道這間 這個赤格 這個位置 這些花園單位 下幅式單位 你們又喜歡不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留言告訴我 不喜歡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不喜歡哪一道 那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記得按LIKE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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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